社會焦點我們帶您看到了八號 有一名簡姓男子到臺東縣的蘭嶼旅遊 沒有想到就和當地一名 失姓男子發生了行車糾紛 過程當中這簡姓男子 一事是亮刀恐嚇 遭到當地人圍毆 臺東警方不敢大意 首次出動二十名警力漏夜 搭海巡艇到蘭嶼執勤 好 根據瞭解 這是警方首次在臺東 接獲跨海執勤任務 員警移到島上就繽紛多路 逮捕失姓男子和檢姓男子 等等六個人 晚上六年多一行人也搭船 抵達了臺東的富岡漁港 後續將會移送地檢署 進一步爭辦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